蒙面财经朋友们好 今天跟大家聊聊河南区域地产龙头 河南建业集团的一份救援报告 这个救援报告的截图在网络上有流传 大家可以自行查找 这个救援报告是河南建业集团 写给河南省政府寻求支持和救援的一个报告 这个事情让我联想起去年9月份 恒大集团同样也是向广东省政府写过一个救援报告 这个事情非常相似 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河南建业集团也基本做了回复 说网传的内容只是部分内容 信息并不完整 但基本的这个事情是属实的 他说这个报告的背景是河南省万人救万企活动 正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意在解决帮助企业 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和今年的百年一遇的水灾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叠加 这样河南建业的多个项目和业态受到了不同影响 因此公司递交了报告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三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陈述风险和危机 所以建业现有员工2.8万人 300多个在建项目项目仅产业工人就有120万人 如果企业出现停工停转等情况 将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员失业 可能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个跟恒大当时的报告也非常像 也是先陈述风险和危机 之后建业集团有讲到30年来服务社会 服务大局 30年从未偷漏税一分一文 从未延期偿还银行任何一笔贷款 从未慢贷亏贷过任何一个客户等等 就是承担了相当大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 最后就是请求救援 其中第一条就是请求政府偿还 各种原因拖欠建业集团的各类款项 第二项就是请求减免征职税所得税等等 河南建业的救援报告让我也想起了去年 河南建业集团以及联合30多家房地产企业 他们讲到不带头降价稳地产 大家可以看这个新闻的报道 当时河南建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胡宝森 以及还有张敬国等河南房企掌门人发声 说在9月17号去年开了一个闭门的会议 闭门会议主要的意思就是带头不降价 一起合作不要降价 他认为降价是必大于利 讲了几点原因 第一大就是说如果降价 购房者资产会缩水 部分人出现过激的维权行为 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二房价大起大落 对金融业建筑业建材业等等行业都造成巨大影响 第三可能造成房企倒闭等等 遥想去年建业集团还号召同行一起进行带头不降价的行为 结果不降价到了今年 依然面临这么一个危局 这种危局的解决 他想到的办法是可以说是一哭二闹 三上吊 就是三板斧 房地产企业有样学样 大家都去学恒大集团求助政府 而不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可以说是挣的钱归自己 出了事甩给政府 我们知道房地产行业之所以如今很多企业面临一种困惧 还是因为15年16年之后的这种加杠杆 1516年之后的加杠杆 企业的债务都是飞速扩张 可以说是三年的翻一倍 然后整个房地产的销售额也是急剧的扩张 像建业地产 在16年的时候销售额还只有100亿 到了1920年的时候 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亿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一个突飞猛进般的扩张 到了去年大家知道房地产监管部门 金融监管部门除了对房地产的三道红线 以及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等规定 在这种整个金融部门的监管收紧之下 房地产行业迎来了一个紧箍咒或者说是下行周期 我们来看一下建业地产的一个情况 建业地产在香港有四家上市公司 分别是建业地产 住有制造科技 中原建业 还有建业新生活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股票 基本是一个持续下跌的走势 建业地产它的整个排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建业地产在2021年上半年 以478.5亿元的操盘金额 在房企中排第37位 是百强房企之一 是区域性的地产龙头 在2020年建业地产销售额是1026亿元 整个是一个千亿规模销售的房企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看一下它的营收毛利和毛利率的情况 在从19年到21年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年半的过程中 整个毛利率是一路下滑 从27.29%一路下滑到了17.87%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资产负债率 建业地产的资产负债率 2021年最新的中报是92.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以来 整个建业地产的负债率就不低 是在90%以上的一个体量 从房企融资的新规三道红线来看 建业地产的净负债率是92.6% 替出预收款以后的资产负债率是87.2% 非售现现金短债比是1.93 踩中了一道红线 归为黄档 我们再来看一下更为重要的融资现金流 在2019年一直到2021年上半年 大家可以看到建业地产的一个现金流的情况 融资现金流在2020年中报就出现了净流出 净流出12.86亿 到了2020年年报的时候 融资现金流是负了32.05亿 到了2021年的上半年 融资附近现金流更加恶化 流出76亿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融资现金流的持续的流出 相当于它的融资环境 其实是一种恶化的趋势 就是它变得很难借心还救 整个的筹资现金流变成一种净流出的状态 目前建业地产的存续美元债有9支 它这个报告里也讲到了 它的美元债的体量占到河南省上市企业对外发债的一半的体量 存续规模是28.6亿元 其中将有9亿美元在一年内到期 那关于建业地产写这份救援报告的一个原因和想法 建业集团的负责人也回复了 说是基于河南省万人救助万企活动 正在全省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展开 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济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大背景 在叠加百年一遇的水灾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叠加 所以建业地产向政府递交了报告 说是有这么两个大的一个背景 我们看到这儿大家也知道 地产公司走到现在之所以遇到困境 所提出的这些原因理由基本的其实都是一个暂时的理由 或者是一个不是根本的原因 比如说洪斩也好新冠疫情也好 真正的根本原因还是这些年15年以后的这种狂飙途径 债务的狂飙途径和销售额的狂飙途径 以及管理模式的粗放 随着时间的积累 经济有周期 地产行业也有周期 企业也有周期 目前到了还债的时候 所以说才会出现华夏幸福 恒大集团 包括建业地产等等的企业出现一系列的困局 我们说最后我们以一句话作结 我们说历史有时候会重复两次 第一次也许是喜剧 但第二次往往是悲剧或者是闹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